聪明已经回来了 程先生 没有 你那么忙我就长话等说了啊 那个上一次呢太着急 我就光顾着给你介绍 我们公司这个节目的方案 都忘记问你你需求是什么了 我觉得双方合作嘛 一定要达到互惠互利 双赢才可以的 你说对吧 给你一下我的名片 你会想一想 看一下方案 然后仔细想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需求 可以随时联系我 发邮件也可以 打电话也可以 我二十四小时没关系呢 拜拜 拜拜 你见